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來拍我今年的新project的封面 今年的主題就是關於吸血殭屍或吸血鬼的造型 所以穿著很多黑色的衣服 在我後面看到我在坐一輛1965年的4thunderbird的一輛車 希望所有黑色的主題就比較沉深 今年就出了三首歌 第一首就是《思念即地獄》 第二首就是《恩愛之罪名》 第三首就是《一步一悔過》 接下來就剩下幾首歌錄完 基本上我們今年整個project的大計就完成了 今年的APproject就應該會大概有六首歌 我們錄了也有四首歌 剩下幾首歌錄完就完成了 我們非常期待 因為今年所有的歌我自己非常喜歡 還有我覺得很特別是因為每一首歌 都是有一個新的團隊一起合作 所以我是很期待其他幾首歌錄完 希望可以很快給大家聽 反而我自己對車有沒有興趣 但是我自己就不知道 很突然就是 開始今年的新project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拍完《思念即地獄》這首歌的MV 就想像下一首歌的造型想怎樣 我就想像到 我這一個這樣的殭屍獵人 就上了一輛古董的一九六幾年的車 對呀 就突然之間 今次封面就找了Kenji 跟她一起合作 突然之間她就說 她有聽過訪問 她就說 其實這麼巧她有一輛古董的一九六五年的 Thunderburger車 所以就很好 Kenji借給我們用 所以就 現在就今天拍攝這個封面 就是主要都是為主 就是這輛車裡發揮 我自己反而我在香港就不多開車 因為我是很怕很怕的 我反而在加拿大 我是十七十八歲已經有牌 但是我不夠膽在香港開車 因為我覺得那些路太窄 還有泊車的位置又窄 所以我很緊張 還有我個人比較是 就是駕駛也挺有禮貌 我通常都會讓人 那原來我發覺在香港駕駛 其實很多人都未必是 就是沒有這個習慣是會讓人 你一讓 就所有人呢 就走前 那就沒得走的了 那所以我自己就發覺 我在香港駕駛就不太適合我 那但是我覺得將來 如果有機會存夠錢 我都想買一輛車在香港駕駛的 那但是我覺得都要慢慢去學會 我都知道今天呢 我們去了一個鬼屋的地方去拍攝 那我自己是很小膽的 那所以基本上 如果他們早點跟我說 去鬼屋去拍 我就會說 交叉說不 那但是呢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化完妝 那我們就出發 他就跟我說 是啊 我們其實去一個鬼屋拍 那我就 已經覺得too late to say no 因為所有東西已經set好了 因為我真的 對鬼或者對這些東西 就很細膽 嗯